陈伟霆大家都非常熟悉了,是一位演技和帅气并存的演员,虽然名气很高却很少用绯闻炒作自己,而她的另外一个身份,或许很多小伙伴还不清楚,她是贝贝的前男友,两人都是彼此的主点。 在两人恋爱的时候,双方环都没有什么名气,不过感情却非常的好,在热恋时期,两人还在腰部闻了情侣纹身,足以可见当年两人感情之深,然而在娱乐圈分分合合,却是非常普遍的事情。 曾经相爱的两人终究是一分手告终了,卑鄙嫁给了宠她奴命黄晓明,花费高达两亿的婚礼更是让人羡慕,而陈伟霆却一直都是单身的状态,不过在日前三十三岁的陈伟霆,却爆出了新恋情,而新任女友正是和她一起参加综艺节目的颂倩,两人在节目中的互动非常有爱,不得不让人质疑两人正在热恋当中, 或许正是因为有了新女友,陈伟霆被问及就爱baby时之言不熟,两人自分手后就从未有过合作,就连陈伟霆唯一一次上跑男,baby也因为生子的原因而缺席了,真的是让人很遗憾呢,不过理想到之前,黄晓明被问及陈伟霆时之言真的不认识她,或许能说明baby为什么不和陈伟霆同台, 看来小明哥是真的吃醋了呢,最后,你期待baby和陈伟霆同台吗?